传载400家号作者,提塔老马近日爆出一条消息称,科比退役后将近五年的时间净赚了两个亿,原来在2014年科比投资了一家饮料公司,四年半的时间升值了近30倍,当初科比投资600万美元,一下子升值到了2亿美元,成为该公司第四大股东。 科比在NBA的职业生涯总收入是3.2亿美元,如今单投资这一家就赚了将近两亿,科比还投资了房单一、影视等。 其实NBA中有很多球星都有经商头脑,他们在NBA打球赚着一份工资,在外面搞投资,搞企业赚着另一份工资,日间硅谷一家知名的四人风险投资公司,成立了一笔投资基金, 专门瞄准黑人投资者为客户,希望在科技创投领域,促进种族品等。 而首播合作对象就是勇士球星杜兰特和好莱坞巨星威尔史密斯。 事实上NBA球星除了与球队的巨额签约薪之外,许多广告商会跟他们进行合作,为了借助球星的高人,近来拉财产品知名度与销量,像耐克,埃迪达斯,还有中国的李宁,安大等等每年都会投入大币的资金请球星们代言。 著名的有广告代言王詹姆斯,2017年他的代言费,可以高达5500万美金,近随其后的是杜兰特3000万美金。 NBA巨星们每年赚那么多钱当然花不完了,他们第一个选择就是投资,杜兰特就投资归股做出表态。 我本以为这些管理几十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公司就是选定一家公司,把钱投进去,如果有眼光投的准就有大笔报酬。 后来我才知道,他们一天同时要看多达一百项提案,然后从中挑选最好的几个仔细考虑。 所以我把钱投进去应该没有问题,要说投资硅谷,近随和气领域,那杜兰特还真是NBA第一人,有钱什么都能投,有钱就是任性。 他们分类为他发生着急温的风险投资公司,上次数据由他发生着急温,中央时放下载。